152 光明日報 馬來西亞 吉波鳳甲全國中學正體字書法賽梁詠光 有座傳承目標華人須開放與他族交流 2015年7月26日光明新聞 雙溪大年信 吉打州華人事務委員會主席那督梁詠光說 華人必須放開空懷與其他民族交流 若指示關在校園禮堂搞文化教育 這無在於傳承目標 反之應該將有族同胞帶入校園 包括華小、國民營中學、讀中 甚至新紀元學院、南方大學等 讓他們明白華裔優良文化教育活動 他週六在雙溪大年老街場華小禮堂 為馬來西亞馮甲校友會全國中學生正體字書法 吉波、周蔡主持揭提禮 並受邀致詞是者魔說 梁榮光說 大馬的華文教育不止是給華人 而是全民的 華校物為了堅持華小的學生原流 而犧牲了華小的存在性 吉波賽場負責人顏和蔡雪 舉辦書法比賽是為鼓勵馬來西亞各類型中學生認識正體字書法之美 小華語文學習更具有創意與魅力 同時速進傳承中華文化及推廣學習正體字書法 他說,中學組特優長與優秀獎學生將代表該州出席於12月19日在雪州巴生中華獨中舉行的全國總決賽 馮甲大學將從所有參加高中組總決賽之學生 輪選15名學生前往台灣參遊學週記活動 未爭受邀者將優先考量 馮甲大學全額補載由吉隆坡國際機場出發的全程旅費 當天,共有45名來自吉波兩週的書法精英參與公開組 小學組、中、小學組的比賽,分號